观众朋友今天晚上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这个让人气愤的新闻 行人地狱再一次夺命 东海大学两个女大生 昨天晚上绿灯亮了 她执行过斑马线 居然被左转的巨业客运给撞上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更大的问题是 肇事的驾驶已经65岁还在开 我们就问 不能征聘年轻的反应快一点的年轻人吗 公车驾驶年薪破百万的直缺 为什么还是大缺25% 就是抓不到人呢 问题不解决 谁会是下一个轮下完魂呢 郡相这又是一起行人地狱的悲剧 发生在这个台中市 东海大学两名王姓跟林姓的女学生 一个是读法律师 一个是读会计师 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 他们昨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 在经过台中市中区 从绿川东路要过这个中山路的路口的斑马线 要到台中市中区知名景点的公园掩坑那边的时候 就在走在斑马线上 而且是小绿人那个行人的这个绿灯 公车是要转弯 结果却把这两名女生给撞上去了 撞上去之后两名女生残卷到这个车轮底下 其中一个女生因为这样子卷到了这个车轮底下 你看这个现场的画面 当这个警销人员在合力抢救的时候 最后急救不治 那司机公车司机造势了这个司机又变成说 因为天色昏暗 所以他没有看到这两名女大学生 而且他们穿着暗色的这个衣物 所以左转次才没看到人 这件事情让我们愤怒的地方在于 绿灯行 我好端端走在了你以为是安全的 路权行驶的斑马线上 居然会没命 大家更愤怒的是 为什么这次闯获的又是巨业 巨业怎么了吗 他如何的劣迹斑斑 应该说巨业客人在台中市民的 这个耳朵里面听起来就相当的讽刺 因为一听到他造势又是巨业 我们来看看台中市的这个海线地区 有一个标述传说 就是说当地的这个公车啊 为什么巨业传出来会常常有一些造势累累的这个画面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 巨业客运竟然会逆向去闯红灯 被这个民众拍下来之后 放到了这个网路上 去警告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子太夸张 他开这么快 很扯耶 红灯直走耶 左转耶 对 逆向闯红灯还这样子左转 完完全全把马路当成他自家这样子开 然后认为说每一条车道都是公车专用道一样 完全无事于其他的这个行人 请问你客运业者到底 有没有做好员工的一个教育呢 最基本的这个公车 这个是一个大型运输工具 尤其像这次发生造势 昨天晚上是305公车 之前去巨业客运他的310路线的这个公车 也是因为司机仪是因为没有听到乘客 他按下了这个车铃 他过站不停 结果呢 他就跟乘客爆发口角 然后你看到没有 彼此在这边跟乘客这样杠上了 然后乘客就说你是这种态度 他说不要来坐公车啦 司机就直接对抢 那整个还骂这个司机 司机还骂这个乘客 那整个这个过程 那你觉得大家能接受吗 那当然还有歧视说 因为遭到巨业客运的公车 他们在逼车的时候按喇叭 他们还给人家逼车 是啊 然后双方就开始在歧视跟这个公车 巨业客运的这个公车业者 那个司机啊 就开始在路边爆发口角 不只是这样 你来看巨业客运 我们开着那么大一台的这个公车 他们的公车司机啊 你说要买东西就算了 但是你竟然图方便 直接在路口围停 你有没有看到 公车这么一大台 停在那个车道 进入别的车道 根本就不用开了 如果后面还有车的话 你可能要逆向了 他有一半的车尾 你看卡在那个 那个班马线上 他就直接跑 他就直接下车 然后跑到旁边去买便当 然后买个便当之后再回去 他就停在那个车道上 那只有一个车道 所以我说 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柯运业子要不要负责任 要 那柯运业子 你难道只注重这个司机 有没有这个正常的到班出勤 时间出发 然后时间回来 其他你都不要管了吗 员工的一般的执勤教育 和开车的这个 遵守的交通规则和纪律 难道你都不管吗 这个东海大三的 会计系的优秀女学生 她被转到轮下 她宣告不治 我们发现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 开车的这个肇事的司机 已经65岁了 65岁不就是应该要退休的年纪 为什么她还在开 65岁这样的年纪 难道你不能再征聘 年轻一点 手脚反应灵敏一点 眼睛更灵光一点的年轻人 来开吗 没错 就像你刚刚提到 这个肇事的失心驾驶 她说因为左转的时候 天色昏暗 没有看到人 但是后来大家一发现说 原来她的年纪已经到达65岁 65岁是已经到达 劳基法规定的一般劳工 可以申请退休的一个年纪 但是你看到 政府在放宽 这个游览车客运业 驾驶年龄的时候 又突然发现不是65岁 连68岁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政府许可的 高龄驾驶大客车 那我就问 本来65岁应该要退休 还不止不让你退 多延三年 背后是什么样的需求 跟道理跟理由呢 我听过交通局官员 跟我回复说 因为缺人 全台湾全国都一样 不只是双北台中桃园 各县市都一样 那因为65岁 为什么还要再做呢 就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来这个 坐公车司机 所以找不到人情况下 情商说 可不可以再延三年 让他们延后到68岁 对 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去找人 那你客运业者就要认真找人 而不是利用这三年 在那边偷混 然后就让人家延后工作 这个退休年龄 然后又没有去认真找人 那我就问你 公车司机 这个外面你只要去查 你帮他出算一下 这个是百万年薪的职缺 这个不是低薪的职缺 百万年薪怎么会找不到人呢 那我跟大家讲 的确你刚提到公车司机 一般来说可以年薪达到百万元 但是有公车业者就 也是把这个内幕 都跟大家说明说 从2003年去年年底 这个公车司机缺工 全国的各县市都一样 大概在10%到了10% 到了目前为止 已经达到多少 据你想 25% 缺这么多人啊 已经到25%以上 以台北市2019年的 这个人车比 大概是1.26 也就是说一台车 可以配1.26个司机 这还算不错的哦 真的不错了 那缩减那个路线跟班次之后呢 维持在1.09 也就是一台车 配1.09个驾驶 那目前台北市来讲 还缺570个人 那我就问你 今天你的缺的这个程度 到达25% 这么大的一个人力缺口 导致于 今天我在线上服务的 我65岁 开到68岁的这些人 不就更血汗了吗 不就更排不到价了吗 不就更不能专注 在他的马路上的一些 突发状况了吗 是 所以为什么公车司机会不愿意 找不到人 不愿意有人去当公车司机 我也听过公车司机 当面跟我反映说 因为干什么 工时长 动辄超过10个小时 12 13 14 15个小时都有 月修只有4天 有时候月修4天还不错了 客数多 就民众投诉了很多 就像刚刚大家看 新闻常看到的那种画面 还有罚单很多 有些罚单还要客运司机 自己去缴 再加上 现在不是我们那个 TPass上路呢 以北北基陶来说 就有1200的这样 TPass 不叫长途的国道客运 国道客运 鞋运 还有这个长途的客运 对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后遗症 什么是后遗症 就TPass的通勤月票 提升了很多的上班族 我们去搭乘这样的一个 公共运输的这个意愿 所以国道客运月者 他就增加班次 也增加时间 我开长途的 比如说我从台北到桃园 我就开高速公路这样子 市区就只有那一小段 所以他的路况相对单纯 又轻松 所以他会排挤了原本在市区 类似我们刚刚讲到的 台中的聚业客运 这样的时机 就会被吸到TPass 国道客运去 这边就更缺人了 我们给大家看到 这样的一个画面 原来刚刚我找到答案了 百万年薪 只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拆头 一顶华丽的帽子 帽子下面是血汉 跟努力加班 跟人员不足 堆砌出来的 对 如果你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如果有了比较的话 你就来看看 之前有民众就在网路上 这个曝光说 五月底的时候 曾经看过台中客运 101到了这个终点站了之后 司机休息十分钟 就开始去他的这个 发车的这个过程 你看到没有 这个不知道是他的早餐 还是中餐 他就放在这边 然后水就在这里 司机忙到 没有办法吃完他的食物 这碗是干面 对 这碗是矿泉水 这应该是到他吃饭时间 应该要进食的时间 不能进食 继续开车 你可以想象 公车司机 他们在工作的恶劣的环境 是有多辛苦 多么血汗 再来 你来看他们这个 在工作的这个 劳动的这个环境当中 这也是一样 都是在外线市发生的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没有时间 只能在停车的时候 吃几口 爬几口 这个是不小心照到了 就利用那个空档 你看等红灯 在那边爬几口 他根本没时间吃 然后你说薪水百万 那是不是真的这么多 要打个折扣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么多司机 这么多人不愿意来当公车司机 然后恶性循环之下 看音乐者 你就不好好改善这个问题 只会让这个行人地狱 这种噩梦 重复不断的上演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订阅